南投市的社区在宋市长伊里伊特色的施政理念下 在全国性的社区评鉴上成绩斐然 尤其在106年度 嘉河社区获卓越奖 迎南社区获优等奖 以及107年度的社区评鉴中 福山社区也获得优等的殊荣 这在全国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佳基 为此 他感谢南投市所有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余总干事 这些社区发展的重要推手虽然是无几职 但对于南投市的社区发展贡献良多 南投市能获得如此佳绩 都凭靠这些地方人士不遗余力的投入 南投施工所的社区 真的是感谢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的所有的这些理事长跟总干事非常用心 因为他们都是无几职的 但是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南投社区真的全国有名 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106年我们南投很不容易 我们嘉河社区得到主义社区的这个殊荣 那么我们的迎南社区也得到优等社区 对我们南投一下一炮双翔非常的不容易 也是全国己见的 那今年呢 刚刚新出炉的我们的福山社区也拿到了优等 所以我相信这些社区的这些理事长跟总干事跟会事干部呢 对我们社区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在经营 那么我一直在讲 幸福南投 其实这些是大 就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这些把这些长辈能照顾好 让他们能够每天都非常快乐非常健康 我相信我们就是个幸福南投 宋怀林市长强调 社区中的老人家 这些长辈们是我们无可比拟的瑰宝 他相信要打造幸福南投 就要从照顾好这些长辈们做起 他也感谢南投市各个社区 对老人关怀尽心尽力的照顾 社区之间也会分享照护经验 也让这些社区可以透过互动交流 提升彼此的照顾品质 不但平常就举办各项有养舞蹈与学习课程 还提供营养丰富均衡的餐点 供长辈们享用 那大家在这边我首先还是要感谢 我们这些理事长大家非常的团结 大家一起来互相的经验分享 然后呢照顾这些长辈呢也不遗余力 就当作是大人的照顾 所以也很感动 平常除了叫他们写字以外呢 有些呢也办一些健康有养 甚至呢有些学习的课程 就是打鼓也好 歌唱也好 不管每一样活动 就是希望呢 他们非常的快乐 当然他们的餐跟是每次的菜色呢 也都都不一样 而且注重均衡的营养 那老人送餐的部分呢 也是他们的亮点 南投市的社区 除了关怀长辈 也非常重视小朋友的照顾 在福山 营兰社区 就争取到经费 来提供安亲服务 小朋友下课后 就可以到活动中心 接受辅导 不但可以照顾到课业 也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他们也将这个触角 涉及到这个小朋友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 福山社区 跟我们的这个 云南社区 都跟外面的社会结合 争取了一些经费 做我们的这个小孩子 下课以后的一个安亲 然后让家长长辈 跟小孩子一起来学习 让小孩子下课以后呢 有个去处可以去 那可以照顾到他们的课业 宋怀林市长表示 这些社区发展协会的功能 是南投市得以发展的基础 有了社区对于老人与幼儿 不遗余力的照顾 才能让大家看到南投的闪光点 他认为这些无私付出的人们 是南投最美的风景 他也再度感谢这些地方人士 对长辈的尽心照顾 所以我想说 社区发展协会的功能 一直在扩张 一直在增加 那么这些好朋友呢 也都不嫌累 一直在不断地 在持续地在做 所以让大家看到 我们的南投的亮点 其实我一直在讲 我们人 是我们的南投的最大的风景 最美的风景 在这边呢 再次感谢我们的社区 对老人的照顾的方面呢 真的是不遗余力 我们当然也希望 做更多的社会福利的事情 那么在明年度呢 我们的老人年纪 可以跟我们的县政府呢 一起同步 放宽位到65岁 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人呢 我们就可以享受到 我们的老人年纪的 我们的市工所的 一点 敬老一个津贴 那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市工所的一点心意 我们希望说 只要在大家 市库都没有问题的状况之下呢 能够让我们的老人福利呢 做得更好 在明年度 市工所即将与县政府同步 将老人年金的资格 放宽到65岁 只要年满65岁的长辈 就能获得敬老津贴的补助 宋市长表示 虽然金额并不算多 但他希望 在市库仍有余裕的情况下 给予这些长辈 算是市工所的一点小小心翼 市库仍有余裕贴的 市库仍有余裕贴的